一個外國人在沒有健保卡的狀況之下 要花多少錢 中國人偷台灣的衛生 看你這個衛生的國小 我們可以翻牆進去嗎 這個是因為很中國人 比我在三線城市都要好 中國農村這種就是很囂張 那個很破爛的 今天帶強國反賊來到花蓮奇心潭 他今天生了重病 其實我今天推開你的防蚊的時候 他就說你的臉色很慘白 聲音很奇怪 對啊 我的臉很疼 而且你的臉昨天又被蚊子叮到 對啊 這裡又叮到 對 然後看起來更慘了一些 花蓮不是應該很美麗的地方 我怎麼這麼疼 本來想再帶你去泰魯閣 等一下帶他去慈濟看急診 外國人身份也不知道多少錢 去問看看吧 因為今天禮拜六嘛 禮拜六很多那個小診所都沒開 所以一定要去打醫院 來台灣的第一天 其實第一天你就已經有點感冒了 第二天 第二天 喉嚨癢癢然後鼻子又有點啤涕 就是外面當時有吹冷風 然後回到飯店之後 也有在吹那個冷氣吹那樣 我今天那個飯店 因為他房間很小了 他那個冷氣是正對著我吹就睡覺了 所以你覺得有可能是 有很大關係了 你這個是不是可以記錄一個外國人 在台灣的15天 是不是可以拍一個這種類型的片 我應該在自己的片段搞一個來 現在在台灣省花蓮國 病入膏荒 晚上沒有睡好 一直在起床 你知道為什麼你會病嗎 因為是漢奸入 就是漢奸賣國賊 所以你才會病 這就是背叛祖國的下場 如果我是愛黨愛國小粉 我都是義和團刀槍不入什麼 所以其實可以不用 可以忽略這個告示牌對吧 你們都刀槍不入了 我們就下海去吧 這邊海峽的對面是你的祖國嗎 扣妹 是吧 你現在的祖國 對對對 是我現在的祖國 你現在的祖國 我要是你今天沒有感冒的話 我們可以下去看很多顏色 你是說 石頭 你不要看他都會會 其實下去看是五顏六色 紅的綠的藍的字 走吧 我帶你去醫院了 外國人在台灣第六天 病得最嚴重一症 就是昨天我身體沒有這麼難受 可是一直在流鼻涕 你看我走到哪裡都要要紙 廁所我就穿車很多紙 就中國人偷台灣的衛星 這也是沒辦法 因為其實你是因為有這個需求 你不是像那些大媽 她沒事一直抽一直抽 ok 這我可以理解 台灣是整卷去 把那個拆開整卷拿走 我只是扯一些而已 他整間廁所都帶走 整間廁所都帶走 我覺得你今天會比之前糟 對啊 就今天 我已經有點微軟常理了 我不知道 我真的感覺今天到了一個頂峰 就前幾天沒有這麼難受了 就是今天是非常難受 可是你都在吃藥 還越來越慘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對啊 怎麼樣 我們花蓮的霧霾你覺得很難 靠北 我說我之前在北京讀書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霧霾超嚴重的 是你嗎 對 為保護醫護 與其他患者權益 看病過程就不拍攝了 她剛剛照完黑光 然後打點滴打針 吃一些藥之後 現在再等報告 休息 我先帶我女朋友去吃飯 因為蠻餓的 現在下午快四點了 因為今天假日 你嚇到我了 不好意思 可以啊可以啊 謝謝 謝謝不會 很好 我很喜歡你的那個 謝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剛嚇到你 遇到三個小粉絲 我剛剛真的被嚇到 她是外國人嘛 所以她看病沒有健保 應該會很 我們台灣人看急診 應該是500吧 500到800 這間不等 她應該是幾千 會不會到一兩萬 我不知道喔 她來吃飯等她啦 這間小象茉莉 她的鬆餅很好吃 你點了嗎 嗯 我現在要拍這個 給糖果反賊看 然後等一下那個舒芙蕾 我也要拍給她看 我現在要傳給她 給她看我吃得很營養 還要掉點滴 然後等一下那個通通都要拍 通通都要拍 剛吃飽飯 現在來醫院接她 現在時間下午應該快五點 沒有健保卡的外國人 在台灣看病要花多少錢 走吧 好啦我們現在晚上 我們回到她住的飯店 跟大家講下 一個外國人在沒有健保卡的狀況之下 要花多少錢 就是一個感冒而已 總共要花 8323塊台幣 因為這是急診的費用 其實生病了很多天 我想說 那麼多天 還是看一下醫生到底是怎麼回事吧 掛號費是270 X光是260 醫師診察費是1211塊 證明費用是300 藥室服務費79 藥品200 治療費是566 特殊檢驗1560 然後還有一個材料費133 還有一個生物分子檢測3744 哇操 那生物分子說明 統名字那個是最大的 生物分子 對 特殊檢驗是什麼 還是流感的那些 可能是吧 特殊檢驗 她有開一個好像英文證明的這個東西 對這個東西她就是說 如果我在美國的保險可以報銷的話 這個是一個證明的 所以她問我 問我要打聽英文 我說要 要 這樣東西現在刻意做給我的 對但是我猜測我的美國保險應該是不能報的 因為好像沒有這個條款 但是這個費用在台灣我印象中我如果需要急診的話都是500塊 最高800沒有超過1000的 看這個掛號費嘛 這就是我們要自費的270 然後再加一些部分負擔 就頂多500 800吧 所以 呃好我們拿最高的800來算的話 十分之一吧 對啊算十分之一左右 所以有健保沒健保差很多啦 那你今天看醫生的體驗有什麼感想嗎 沒有啦我覺得台灣的總體來說還蠻好的吧 就是醫護人員就是有些蠻念切的但是都還蠻友善的 開始流程可能不是那麼的清晰 因為你記得我沒有心機去掛號 然後他說OK你要退回去要找護理師 可是我們剛才我們不知道嗎 他沒有明確的拍子說 因為那個時候不是有人在那邊要被人家抬上單架 我覺得可能是他擋住了那個告示 可能是對 可能是對 他們都還蠻專業的然後也知道要做什麼 然後態度都還蠻好的 你知道在中國可能醫院他有時候態度不是很好 因為他們可能一天要看100個200個他們態度都很差 然後我意外的就是因為可能台灣人吧 就是你們付了掛號費之後 剩下的錢其實你們不用特別甘心 因為你們有健保 對啊 可是對於我來說因為我都要自費 所以在做每一項之前其實我就是 我特別想知道這項多少錢 然後我可以再決定做不做嗎 對吧 對 可是就是說他其實在過程中都沒有告訴我多少錢 就像剛才你讀的這些 沒有告訴我多少錢 然後說我在最後結帳的時候他給我一個總數 然後我付了錢他給我一個這樣的單子 會告訴我說我付多少 其實在過程中我感覺我是沒有選擇的 台灣人去多少台灣人都有健保 雖然無所謂 對但是的話就是如果是給那種自費的外國人 說每一項之前都要輸一個費用 我個人覺得這樣會比較好一些 確實 對我們今天有看到你跟我講 就是他們都是不拿薪水去做我覺得還蠻意外的 對 我覺得在中國就是老人基本上就是說要不就是 既得利益者 他們一個月拿幾萬塊的人與幣的養老金 然後他們什麼都不想做 他們就是想說人上人們對吧 他們還可以再去雇佣人去幫他們去生活 這是少數的活得很好的老人 嗯 那中國大部分老人的話呢 就是他們的稀休基金就很低了 城市呢可能一個月有兩三千 嗯 農村呢可能一個月就一兩百 就是很低了 但是他們可能還需要再想辦法去掙錢 才能維持一個比較特別的生活 嗯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他們是不可能去做職工的 我現在OK啦 我現在生活還不錯 嗯 那我是不是也要去幫助別人 確實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這樣的思路 但中國就是說 你很難體會到這樣的感覺 所以OK我現在發達了 我就是人上人 我想把你踩下去 我是不會去幫助你們 對絕對不會 了解了解了解 再出發看台灣的小學 看這我以前的國小 新城國民小學OK 我以前就在這邊讀 欸欸欸欸 你看那些開放時間週一到週五 假日站不開放 哦 早6點晚7點 他是這個時間才可以進去 我們那一棟是游泳池 然後還有捏陶藝的地方 然後這裡是那個球場 小球場 我們可以翻牆進去嗎 這個是因為很中國人 然後那邊是遊樂區嘛 我爸以前是學生會 哦 然後就每個教室 我們家都有捐一台冷氣 OK 呃好奇一件事情 這個足球場 這個草坪是真草還是假草 真草啊 OK 那很不錯欸 在上國小的時候 在中國小學的時候 我沒有足球場 跟那個差不多大 可是那個是水泥地欸 啊水泥地 對 我小時候踢足球 我小時候踢足球 然後那個是水泥地 你小時候是在什麼 山西省會 山西省太原市 太原市 然後因為我家人是在大學 所以我是 我們是那個大學的附屬小學 哦 那應該很好啊 呃還OK 但首先設施沒有很好 然後就是在中國學校都那樣 就是沒有很差了 但你說好也沒有特別好 我們這個學校在全台灣應該算很爛的 真的嗎 對很爛 因為真的是18線這種 那可是看起來還不錯 這樣還不錯 可是你看啊 就是呃你看美國的學校評級 他是這樣啊 他不在於說是就是 他一定要在大城市 很每個地方 他都對每個學校都有評分 比如說在洛杉磯啊對吧 洛杉磯有很好的精英式貴族學校 就是搬到那裡然後呢 還是上路精英式的學校 可是呢 在那個市區 他有排名超低的學校 可是你在偏一些的地方呢 你可能會有特別好的學校 不一定說一定是在市裡面 他就是好學校 不一定老 因為花蓮在台灣算最落後的 倒數第二第三 這個比我在三線城市都要好 那你說農村那就更差 太原市三線 差不多了 這個比你三線好 對啊是啊 有那麼誇張嗎 有啊中國農村那種就是很球球 那個很破爛的 他都沒有這種樓 然後他都超級破爛的 我們中國那些農村那些 就是有些留守兒童了 我看過留守兒童 對就是他們父母 他們必須要在大城市打工才能賺錢 然後孩子就留在農村 就帶不過去 因為孩子沒有辦法在大城市去上學 因為戶籍制度 他們就只能留在農村 然後那學校超破的 你沒有看過那種影片嗎 我有扣了我收一些我發給你了 好 那是真的很破 對啊是啊 但是村委書記會上什麼樣的取校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了 對啊因為他們很有錢 我不知道他們孩子是不是 但是他們會到城市裡面上學 我不知道 你們中國的學校 因為我之前去過中國 你們外面都會貼 就像這種 你們都不會浪費啊 民主富強啊 哦對啊 社會都會貼 這邊都會貼嘛 就在再破也會貼啊 對啊 會貼那些東西 然後就蠻諷刺的 貼那些洗腦中國人的標語 共產黨啊什麼 對蠻諷刺 因為就是說你說什麼民主自由富強 然後你裡面學校很破 就很諷刺 就對比就很諷刺嘛對不對 你不覺得台灣太不會利用了 你要貼什麼 蔡英文思想 民進黨黨張什麼 就是賴清德語錄 堅持什麼資本主義價值觀這樣 對啊 你們不是也會這樣嗎 就貼什麼56個民族式意見 對差不多 不過我覺得中國的農村的學校呢 它最大的問題還不是設施鋪 它是校園暴力會非常嚴重 確實啊確實啊 那個是我覺得最誇張的 而且沒有什麼申訴的管道 對沒有申訴管道 而且老師說不定也是幫霸凌 對啊很多也是有老師自己去霸凌 比如說你們家有六個男孩 那估計是沒有人敢霸凌你們 可是如果你們家有兩個女孩 那如果霸凌你們 你就沒有辦法 跟他分享完這個學校的東西 我們來吃個飯吧 好啊 這家開的 我們去家 我們去家 我跟你講這個檔次的店 在中國我是絕對不敢去的 你說什麼 這個檔次就是這麼小的店 我在中國是不敢去的 又要拉肚子 對 就會就直接送醫院的 我今天還又去醫院的 他說他的辣很辣 你要挑戰嗎 想想這個原汁原味的這個飯 90塊會很貴嗎 很貴啊 我在彰化讀書 這樣可能60而已 55 60 你剛剛說超商賣八九十 那不一樣 因為超商他賣你的是方便嗎 喔 24小時的方便 所以他會很貴 如果你在台灣工作生活 你真的想要省錢的話 不要一直去套商 喔 對 就像美國人你要存錢 你不可能山山都吃餐廳嘛 可是在台灣就是說 那我如果想要存錢 我在台灣生活 我要自己做嘛 你可以自己做到更省 但是你去外面吃這種 路邊攤 歐的話 其實50塊60塊也都吃得著 一天生活費 就是光吃的應該 200到300之間 省一點的話 那滿的 我覺得我最近每一餐都比這個比較貴 都比240 因為你是來當遊客啦 像我們在歐洲 一餐都兩三千 所以一天要花兩萬多塊 那歐洲的物價太可怕了 我去台北之後 他才follow我的影片 在你家門口吃飯 然後他第一次知道 OK 好像一個網紅 我說他不是像網紅 他就是啊 怎麼樣 有沒有吃到科技很活的感覺 我不知道 我還是有一點點小的擔心 就是會不會我在路上 就會有點不舒服 然後中國的火車 提前3分鐘 還是5分鐘之前 會停止驗票 然後我們現在還有 這個車還有6到7分鐘 就要發車了 所以我是有點緊張了 我怕趕不上 為什麼要停止驗票 他會刷身份證 或者刷票 他要一個個禁 他不是說所有人都可以直接上去 他之前呢他必須要就是你要刷才能進去 不然他是不會讓你上月台的 正常來說這個時候 你就要在中國過兩次安檢 是的 我要先過一次安檢 然後再要進那個就是 就第二次沒有安檢 安檢只有一次 但是還需要在刷票才能到月台上 不然的話是到不了的 然後你還要那個安檢 就是你的行李那些也是要 就跟機場一樣 對 麻煩 月台在這邊看 好啦 他送走強國反賊啦 因為他要參加 所以他必須先回台北 那我大概晚上才會從這邊出發回台北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炯 下次見掰